金星在 真的跟感情没关系 我就是明明想想 帮你塞成你有桃花的 OK 明明想想 记上一次金星落星座 我们来看你爱情的属性 大家敲破完的 一二三来咯 金星落宫位 爱情发生的地方 金星十一宫的人 谈恋爱是没有任何标准的 都有可能 不设年纪大小 不设性别 不设场域 不设角色跟身份 因为刹那间的感觉 比较重要 所以他们常常跟 很奇怪领域的人 擦出火花 然后呢 别人就会跌破眼镜 而别人越跌破眼镜 金星十一宫的人越爽 越有一种 我就是要跌破你们眼镜的感觉 那你们闪电结婚的几率也很高 这一切都不是可以计划的 越计划 你们越想逃离那个计划 越不计划 越有可能就突然发生了 正因为这种feel很重要 所以他们常常也跟很奇怪的人擦枪走火 比如说喜欢了半天后来才发现他是gay 所以金星十一宫的人真的要注意一下哦 你们的择偶条件是有点在为难大家 跟为难你自己啊 那通常你也不见得喜欢上了这一群人里面最优秀的那一个 你通常会喜欢上最怪的那一个 真是有意思的选择 金星九宫的人呢 某种程度你的爱情在远方 所以我们说也许跟海外的人很有缘 或对方是混血儿 或对方是一个想得很远的人 有时候一个人跟你精神上很能契合 目标一致 比如说你们信仰了同一个宗教 或者是你们对某一件事的看法居然很一致 你会觉得茫茫人海中要找到这种有相同信念的人 真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咯 你们爱情发生的场域通常跟文化有一点特质哦 比如说搞出版的啦 或者是在研究所里面 或者是在学府里 校园的恋情 或者是爱上了教授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金星七宫的人很重视 谈心的感觉 能不能沟通太重要了 沟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付出百分之百的诚意 所以咯 你能不能收到他的讯号呢 那个能够好好接住他的球 也很认真回应他的 会让金星七宫的人觉得好棒哦 好有安全感 当一个人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给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这会让金星七宫的人 对你的好感油然而生 因为自己很容易受另一半牵引 所以金星七宫的人 也会喜欢对方是理性的 毕竟如果你很容易情绪失控 他也会被你卷入那个情绪失控的漩涡里 对他来说这是挺可怕的事 自宫当然是很重视安全感咯 哪里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呢 那就是家 所以任何跟家有关符号的地方 都是爱情发生的地方哦 比如说家乡啦 或者是家人介绍的啦 或者是你的所谓自己人 他们都很认可的啦 这些都会让对方很加分 所以咯 一样爱家的人很得他的心哦 比如说你很会下厨 你很会做家务 或者是你很愿意分担家庭的责任 这在他看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非常有吸引力的优点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别忘记他需要安全感 所以随抠随到很重要 金星四宫不见得会夺命连环抠 但是如果他找你 你都在 这可是会让他很安心哦 金星六宫的人 因为你是工作狂 所以咯 爱情发生的地方 就是你的工作 跟职场所在的地方 因为你常常乐在工作 或者是常常加班 所以你最常接触的人 很可能都是跟工作有关的人 不管是工作上的主管也好 下属也好 他们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事情 也都是你很关切的重点 互动多了 爱情自然就有可能在这里发生 你也会蛮喜欢 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因为这种强强联手的感觉 让你感受很好 所以对方如果工作能力不强 你可能也会看不上眼 六宫除了职场 它也意味着 比如说医疗机构 所以你的工作 很可能也跟照顾人有关 那这是你的属性 可是你自己本身 也很需要被照顾哦 所以懂得照顾你的人 就是很加分 所以精心在六宫的人 如果生病啦 无助啦 对于那个很照顾他的人 通常是很难抗拒的哦 精心十宫的人 是非常的有长辈缘 也有归人运哦 为什么呢 首先你们嘴巴很甜 因为你们很希望自己是人见人爱的 所以通常也很重视形象哦 嘴甜当然是第一件要事咯 第二呢 就是你们通常会给长官长辈一种安心的感觉 总觉得事情交给你 你就会好好的照办 因为他们很喜欢你 所以他们很愿意帮你介绍哦 所以精心十宫的人就经常的有这种相亲的饭局要吃 也因为你本身很力争上游 所以你蛮有机会跟高层的人谈恋爱 好像他们的感情很现实 可是并不是哦 有机会当然希望往上爬 那没有这个感情的机会 很多精心十宫的人就在工作上相当的努力 也因此他们感情受到蹉跎也不一定哦 因为精心在土象星座真的跟感情没关系 所以虽然最好的下场就是跟一个名流结婚 但通常没有这个运气就没有 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这个运气 就我们说工作狂就是工作啦是不是 我就是勉勉强强把你塞成你有桃花的 OK 绵勉强强 就精心十宫你很可能被老板倚重啊 但他倚重又不是说要爱你 所以你就会变成他24小时随时要call的那个对象 那你就更没有时间谈恋爱 这很合理啊 勉勉强强强说成你跟他有机会谈恋爱 他也是很少数的事 你通常会很有运气哦 什么运气呢 钱的运气 生活越来越节节高升的运气哦 所以你是不愁钱也不愁工作的 而且投资运通常也蛮好的啦 可以的话就是可以钱多事少离家境的所有事都跟你有点编哦 所以你不投资还蛮可惜的 更重要的是精心二宫的人很任命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也不会去抱怨什么 所以在困难的事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他的忍耐度相当的高 老牛拖车也不为过 而且在他身上一不小心就过关了 也没有那种很辛苦的feel 所以这一点会让别人很惊艳 一个精心二宫的人也会非常在乎自己的好表现是得到重视的 他没日没夜他愿意奉献到这种程度 如果得到你一声称赞 他就会觉得遇到知音了 所以他需要的是了解他的人 请不要阻挡他认真 因为不这样他就没有活着的感觉 而他这么认真你还愿意帮助他 或者是理解他 然后或陪伴他 这会让精心二宫的人觉得 你要了解我 而对你产生感情 通常精心五宫的人是天生的明星 别人仰望的对象 走出来自带气场 而且别人都会把他们对恋爱美好的想象赋予在你身上 所以你只要做一点点 别人就会 比如说你对女朋友只是好一点点 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真是体贴的不得了 那没办法 你就算不想高调 别人也会用高调的眼光看待你哦 所以咯 不要问我爱情在哪里 只要有心 处处都有可能发生爱情 当对象有点太多的时候 你也会自问 到底喜欢哪一种型的呢 而困扰不已 对 你也有点犹豫不决 把精心五宫说的他这么会谈恋爱 可是也要看陆陆的星座啦 如果精心落到摩羯跟处女座 我觉得就是要扣一点分 通常有天生吸引人的魅力哦 不过跟长相无关 之所以说跟长相无关 是因为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气质 更重视你的 鼻鼻不要干扰我 点头是屁啊 通常跟你的长相无关 那是因为你想讨人喜欢 你就能讨人喜欢 你自有一套受人欢迎的本领 你很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别人喜欢你 或让别人比较舒服 比较开心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你很努力经营的一种形象 通常精心三宫的人很容易有 学生之恋 青涩之恋 小学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应该都不乏所谓的恋爱吧 所以你就是所谓的人家都在念书 你就在那忙着谈恋爱的小孩 所以如果你生到了一个精心三宫的小孩 管他一下OK 重点在于精心三宫的人有点早熟哦 年纪小小的脑子里就有很多的恋爱幻想 那也因此呢 你们爱情发生的场合也都会跟学习 或者是这种青涩之恋有关 比如说学校啦 操场啦 补习班啦 或者是图书馆啦 都有可能哦 好了 我知道你可能年纪也不小了 早就离开学校很久了 那你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旅行或者上课咯 因为那是你最能够自在表现自己的地方 因为你性格当中很喜欢观察人 很喜欢好奇的那种特色会表露无遗 说真的 精心三宫的人 爱情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深刻 而受苦或曾经失去 会让精心三宫的人对感情比较谦卑 精心八宫的人我只能说你吃重闲 越不可能的爱情可能越吸引你哦 比如说家境悬殊啦 家人反对啦 两个人远距离啦 越是这种困难度大的感情 你们越有feel 所以有时候到底你是喜欢上对方 还是喜欢上那一份feel或那个苦呢 可以好好自问一下 而且不要忘记哦 精心八宫也会很喜欢治疗对方 所以通常对方身上一定要有一个不治之症 可是你要知道哦 一个有困境的人通常也是有故事 以及有能力的人哦 请不要以为他就是喜欢什么 失败者啦 鲁蛇啦 不是的 他喜欢的是有能力 但只是现在落难的对象 你不暧昧 你身上都飘散着暧昧的气场 而精心十二宫的人 我们说这种人也会擅长 埋藏自己的心事 或埋藏自己的感情 而且在你的运势当中 你很容易就会遇到 叛电的对象 为什么要说暗恋呢 因为这个人就是不能明着恋嘛 比如说对方希望这段感情保密 或对方是有夫之夫有夫之夫 就是这种不能够让你快快乐乐浮上水面的人 常常跟你很容易连结在一起 所以一个不小心苦练是蛮有机会的 不过通常来电的机会跟来电的原因 常常是有命运之感 这个很重要哦 比如说一个眼神对了 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跟这个人似曾相似 或者是我们之间怎么这么有默契 这绝对不是偶然 这种不偶然的感觉 常常会不断不断的加深了 精心十二宫对你的依恋跟羁绊 而开始觉得我们应该前世有约 那也因为带有这种命运性 所以很多精心十二宫的人不会太主动 因为他会觉得爱情不是靠自己去追求的 爱情是一种有一条红线 那个人总是会出现的感觉 所以他自己本身不会太积极 他在等那条红线的出现 各位亲爱的 我觉得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阶段 你对每个阶段的真爱定义 应该也不同吧 如果不能够从一而终 或者是有一个人他能够陪你在少年时期 中年时期 老年时期 我觉得也很合理啊 所以不要那么的苛求所谓的真爱 每个阶段对方都能够跟你成长 这才是最重要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